当然到了中年,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,这个年纪的我们,必须学会营热与成熟,因为我们的肩上扛着责任与担当。 一,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,当你努力把握命运中的某种爱,某种人,某种现实,学会放手,给自己身心一个全新的开始,只要信心在,勇气就在,努力在,成功就在。 二,除去友谊,真挚的友谊是人生最温暖的一件外套,它是靠你的人品和性情打造的,在这个年龄一定要好好地珍惜它,用心去储存。 三,某种善良,一定要积尽自己所能,让那些比你苦,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世上的阳光和美丽,这样的善良常常是某种,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。 四,懂得音乐,音乐可以陶冶情操,它会洗滴你的身心,会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,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,它是日子中的味精,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。 五,避开两种苦,陈间有两苦,一是得不到之苦,二是中情之苦,在你付诸努力的前提下,所有的,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,生之坦然。 大致淡然,好在这年龄还具有一定的资本,我们可以卷土重来,世界最苦是中情,如果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情愫,一定要像打扫灰尘一样,把它从心屋里清出去。 六,学会承受,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的忘记,经过一次就成一次智慧,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默默的去承受,历练一次就丰富一次。 七,保留感恩的心,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,它不仅让你联系一杀一石,一草一木,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,拼复你的欲望和争斗,更多的时候,有一些幸福的感觉,也往往来自于此。 八,热爱工作,尽管它绝没有喝茶,聊天那样介意,但它检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,是我们体现价值和成就,所笔备的一种内容,一定要全心爱它。 它让你到半身有事做,有饭吃,酒,专于学习,读书和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,它不仅保证你的记忆力,感悟力。 你的有些思想死,有些见解死,并且还能抑郁,还会长久的保持你的个性魅力。 这是恋瑜伽做美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,和乐而不为,而生,享受运动,很多人认为自己胖,自己丑,于是,就有人拼命的节食减肥,美容。 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就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,不如去享受运动,享受自然,你的体重就不会因懒惰而上涨,你的容貌也不会因岁月而减少生动, 那么你就在某种程度,尚保存住了青春,快乐和健康,等你老了,和心爱的人一起,找一个小镇,安静的住下,早上在巷口看太阳,晚上阻着拐棍瞧夕阳, 时间的感情莫过于两种,一种是相如一莫,却厌倦到终老,另一种是相望于江湖,却怀念到哭泣,离开一个地方,风景就不再属于你,错过一个人, 那人别再与你无关,人生就是这样,牵挂着,烦恼着,自由着,限制着,走出一段路程,回头遗忘,却也生动着,美丽着。 有着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,有着你喜欢的事和需要你做的事,有着牵挂你的人和你牵挂着的人,人只一辈子是短暂的,所以要让自己健康着,开心着,幸福着,偶尔还要对着,幸福,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,人生就因如此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